好 另外一个要来关心的焦点 是美国职棒焦点 日记求新大股详评到底怎么了 本季确定报销吗 洛杉矶天使队宣布 要将大股放进十天伤兵名单 他在前一天接受核磁共证检查的时候 发现幼妇协计还是有发言的情况 所以要专心来处理身上的伤势 在包含前阵子的手肘韧带撕裂上 关于大股清理置物贵的传闻 球团也有所回应 前一天洛杉矶时报的记者发文指出 大股祥平已经在清理天使主场的个人置物柜 水瓶也被丢进垃圾桶 让球迷有是不是要打包行李走人的感觉 而天使球团隔了一天公布震撼消息 尔塔尼桑被天使放进了十天伤兵名单 现在要专心处理身上的伤势 除了幼妇协计紧锋 还有手肘韧带撕裂伤 天使总经理说大股可能是以为 当天就要进行手术了 所以才会收拾质物柜 不过MLB官网指出大股不一定要进行 Tommy John也就是韧带置换手术 因为这次他指测负韧带撕裂的位置 跟2018年哪次不同 但即使如此 2024赛季也不太可能投球了 至于休赛季即将成为自由球员的大股 身价难以避免的受到影响 但是官网还是预测他有可能签下创纪录的合约 至于打者祥评 44哄8支三蕾安打 目前都是美联第一 投手大股战机 十场胜头自责分率3.14 标出167K 也还是被看好很有机会 拿下生涯第二座美联MVP 华智新闻理事件灵魂报道 都可以了解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